德撒洛尼后书 德撒洛尼后书第一章 保禄和希尔瓦诺及蒂茂德 致书给在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内的德撒洛尼人的教会 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 弟兄们,我们常该为你们感谢天主 这真是相衬的 因为你们的信德大有进步 你们众人之间彼此的爱德更为增进 以致我们可在天主的各教会中为你们夸口 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迫害和磨难中 仍保持了坚韧和信德 这正是天主公义审判的明证 好使你们堪得天主的国 你们也正是为了这国才受了苦难 既然天主是公义的 必要以苦难报复难为你们的人 却赏你们受难为的人同我们一起安宁 主耶稣由天上协同他大能的天使显现时 要在火焰中报复那些不认识天主 和不听从我们的主耶稣福音的人 这些人要受永远丧亡之法 愿离主的面 愿离他微能的光荣 当他在那一日降来的时候 要在他的圣徒身上受光荣 在一切信众身上受赞美 你们也在其中 因为你们确信了我们的证言 为此 我们也为你们祈祷 求我们的天主 使你们相称他的造教 求他以德能 成全你们各种乐意向善的心 和信德的行为 好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在你们内受光荣 你们也在他内 赖我们的天主 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受光荣